中和区的秀氏里办公处在每周三的中午都会来举办共餐 邀请长辈们一起欢度悠闲的午餐时光 里长也热情的邀请里内的长辈都能够一起来参与这项活动 大家吃饭彼此都有个伴 可以让这一顿饭吃的是越来越有味道 秀氏里的志工从上午9点开始忙碌 终于在11点准备好了共餐的美味佳肴 因为是长辈要吃的都选择一些容易咀嚼的食材烹煮 再搭配每个人的好厨艺 希望可以让长辈们吃出健康与美味 独居老人 家庭小孩子在外面工作的老人 能够把他们带到楼下来 大家来做共餐 不要在家里 一个人在家里随便乱吃 所以我在选举的时候 我提出一个证件 就是我选举完以后 我把这个选举的这个补助款 先把它捡出来 跟这些老人来共同来共餐来快乐 上午11点半志工将一盘又一盘的美味佳肴 送到餐桌上 秀氏里的午餐约会就从这一刻开始 长辈们说刚开始参加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在里长的热情邀请下陆续再参与几回 总觉得和大家吃饭也还不错 比较热闹 而且现场还准备了糙米饭 更是不少人的最爱 我们这里这一里的话就很人同啊 都很多人都很多人来吃啊 菜也好啊 饭还煮两种啊 哪两种啊 还有糙米饭啊 还有白米饭啊 看个人喜好啊 现在一到每周三中午 不少长辈就会主动来参与这项共餐 里长希望里内的银法族们都能一起来 大家一块吃饭聊天时间久了 彼此之间还能相互照应 里长说其实每周三举办共餐 对里办公处而言是一项负担 除了他自己自掏腰包补助之外 也感谢一些善心人士的捐助 一起来关怀社区的长辈 中家新北新闻中和谈报道